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先生 在其代表作龙须沟中 曾对龙须沟这个地方 有这样的描述 这是北京天桥东边的一条 有名的臭沟 沟里全是红红绿绿的稠泥浆 每逢下雨 不但接到整个的变成泥塘 而且臭沟的水就样出槽了 这条北京南城 重要的泄洪渠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整治后 消失了六十余年 如今在线缠缠流水生 龙须沟早因老舍先生的作品 而家喻户晓 而他真正的名字三里和 却显为人知 1950年 为了改善周边居民的生活条件 三里和被改造成下水道 表面铺设了平坦的马路 此后北京地图上 空有三里和 金鱼池等地名 却不见水域 老城街巷的风貌 逐渐掩埋在历史中 差年一百 你要说在这城市建设 方九里 鹏三门 九经九鬼 前朝后世 左左右世 东西街 南北街 就是它的基本领域 非常方丈 但是南城这块很多的房屋和这个道路都是依据于这个河市而形成的 河拐弯 路也拐弯 因为这条河的产生给这片区域带来了独特的糊涂基底 这是它给咱们所留下的一份宝贵的银场 实际上三里和古河道早在1437年的明代便已开凿 直到清朝末年才逐渐废弃 解放前 与三里和隔街相望的 就是早已文明中外的游览景点 前门大石烂 先于口 彼时商古大户云集 黎原明觉会翠 中国各地会馆伶俐 三里和不仅见证了近六百年间前门地区的兴衰 也在历史演变中悄然改变着北京南城的面貌 北京老城对于北京来说 那它既是这个它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然后同时呢 它是那个北京的一张金铭票 所以说呢 它其实最集中展示整个就是北京它的一个历史文化 实际上每个片都有每个圈自己的历史文化 底蕴和成因每一片都不一样 所以就是好的一个城市更新 它是要把这些历史保存下来 才能真正体现这个地方它的特点 留住历史 更新发展 让被遗忘了的前门三里和重建天日 与此同时保护和抢救三里和周边的胡同机里 非物质文化遗产 历史建筑 让历史说话才能擦亮前门老城区 这张北京的精明片 然而在2016年修复工程启动之初 就面临了重重考验 搬迁腾退确实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难题 政府也来逐个来做 压低一下这个搬迁腾退 第二块呢 没有一个特别成熟的一套操作的规划 第三个 它就是一条泄洪河道 没有那么多可以记载的 大家怎么办呢 也是翻固纸堆吧 找历代的图 我们参照的地图里头呢 比如说徐平方徐先生所编织的明代城 还有咱们现在做城市规划里头 一直在依据的乾隆十五年京城全土 然而一经研究又发现了另一个难题 原来 古河道与目前地上屋有很多重合 如果完全按照资料记载的图样恢复 不仅会破坏现有的 具有文化历史价值的建筑 还会损失掉当代北京的风貌 三里块周边呢 一共是有18处的会馆 会馆文化呢 在前门东区 尤其是三里块周边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 临奔会馆是建于明朝 2015年的时候 改建成为了北京会馆文化陈列馆 配合着三里盒这个长春别墅 来更好的展示前门地区的这个传统文化 会馆文化作为前门地区四大文化之一 凸显了别具一格北京南城风貌 此外 如今的长春别墅是改建于有着200余年历史的长春唐药房 复原不意味着复制粘贴 传承不意味着全盘继承 梨原戏曲 市井名俗 传统商谷 香情会馆 设计师们巧妙地让古河道在胡同中拐了个弯 避开了周边的文物古建 让今天的三里盒 完整留存了各个时期 有价值的历史印记 我们不能说我再现一个历史的文化一级 那同时我毁掉现在已经认可的一个不肯定 因为本身这个文化就是一直在逐渐发展进化掩替当中 既然是历史存在的 它就是合理了 我们想再现给大家 我不给它做一变化 就是对它最大的保护 实际上也增加了这条河道的一个丰富性 从2016年8月工程启动 景观建设历时8个月便完成全部工程 搬迁居民480户 先后进行了9条胡同环境整治 河道沿线文物和房屋修缮 景观配套设施完善等工作 2017年4月 全长900米的三里盒重建天日 北起西打磨厂街 南至茶石街 西起前门东路 东至长项二条 正义路难掩 过去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更多的是考虑说是物质空间上的 比方说这个胡同四合院的这种形质 灰砖呀灰瓦呀什么这些 都是物质的东西 我们现在更多的要考虑的 就是说我既要有这个壳 我也要有这个实际的这种生活状态 这个里面背后的社会关系 它的生活方式其实都是要留存下来的 你又有活态的生活在这里面 又有这个物质空间 这才能保持它的这种特色 青锤暗柳 芦苇婆梭 青石鹿绵延 水至青也有鱼 三里盒不仅再现了百年前水川街下 庭院人家的美景 也为周边老胡同注入了新的火力 开小鱼 还有这个 花是什么的 现在的北京的大花园 冬天都这么多人 觉得挺忧性的 我都喜欢 在城中心有这么一块绿地呀水 它是挺难得的 一天穿碗多转一天 过些日的河花开了以后 搞它 目前三里盒的年游览量 逾30万人次 高峰时段日游览人数可达6000人 俨然成为北京城的一座新地标 引得游客纷纷前来打卡 生物活性碳绿层 生态辅导 暴气增扬等暗藏水下的高科技手段 也让三里盒这条自循环景观河 能够一年四季清流涌动 从臭水沟到暗沟 从暗沟到景观河 古时的泄洪河 旧时的龙须沟 今日的三里盒 这条古河道的演变过程 已成为时代变迁的最好见证